欢迎来到今天这期视频 为什么这么小伤 这温馨嘛 温馨一点 相信大家在这个生活中肯定有一些什么 你为什么这么刻意的小伤啊 你好不自然 温馨你要自然的温馨 相信大家在这个生活中肯定有一些什么很干大事 尴尬的不行了 我一想起来就难受那种感觉 没有 还真没有 我觉得不尴尬 对啊 尴尬是什么 什么意思啊尴尬 不理解 没尴尬过 那咋录啊这这边 不录了吗 不录了吗 人也都比你来就很尴尬你知道吗 很尴尬 别啊 这录下去也得 小二 老师 你非得挑人家调休的时候拍谁 你就是针对别人 没有 这不是这干脚了吗 就正好有这个创意立马就拿你们来拍了吗 那他们看到这视频不尴尬吗 哈哈哈哈 那切实话 没事我一会给他们打电话 人家跟老家你还得让人家加班 真是无语 哈哈哈哈 然后就是这期视频初衷呢就是给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的故事 那么故事会正式开始啊 哇哦 哇哈哈哈哈 我现在已经觉得有点不尴尬了 好尴尬 牛羊 从马哥开始吧 就随意一下 为什么 为什么不先剪你的 就是好的事不错 是啊 老板打个样 你想让马哥下不来台 我刚刚那是特别多 我都讲不完 是吗 其实你要记住一点 就是只要你自己不尴尬 就是别人尴尬 我觉得是这样子 我就没遇到过什么尴尬的事 就让别人尴尬 其实做了这一行之后 我觉得就是经常尴尬之后呢 就会有节目效果 实实实实实实 因为喜剧的那一盒 其实就是有人受伤 然后就会觉得很丢人 丢脸的就很好笑 就是走着走着 不行 内裤甩出来走 哈哈哈哈 都是很好的节目效果 就是老天少饭吃 哦 这么事儿 讲讲生活当中的尴尬的事情 哎呦 我点水果闹 还点水果啊 必须的呀 还点水果 必须的 这么破费今天啊 哎呀哪有什么破费之说的 又是他心中啥点的 哈哈哈哈 这么尴尬的 哈哈哈哈 不是你这一句话 这倒破先机 就整得很尴尬啊 你说的 我先说再说 赶紧说吧 那个 就是忘了 完了 完了 前一个月 我去归小奥拍视频 在杭州 发这个视频的时候 不知道小奥的视频发一发 就这个事情 是我现在都尴尬的抠脚 这么感到吗 为什么 你尴尬抠脚 这人应该尴尬爆了 我们在玩那个娃娃鸡抓零食 当时有个大爷 在用娃娃鸡抓零食 我们就想去采访一下 有点节目像我 谢谢你 大爷呢就一直抓一直抓 在抓爆炊饭 然后他好不容易把爆炊饭抓出来了 爆炊饭掉下来了 他把爆炊饭放到他自己筐里 我以为那个筐是我们的筐 然后我就一直觉得 那个大爷就觉得我们可爱 要把自己好不容易抓到的 爆炊饭送给我们 他放进去我就拿出来 我说大爷我不要不要 他就抢过来又放你 我说太热情了 我说不好大爷 这什么意思 飞马 这干嘛 我又不知道 大爷为什么要一直把爆炊饭 塞我筐里 大爷不说话了吗 然后我又把爆炊饭拿出来 我给大爷 大爷有点生气了 大爷又把爆炊饭放筐里 我又给大爷拿出来 我说大爷我不要 你自己抓的是属于你的 应该由你自己享受爆炊饭 大爷没给你气死了 小王跟我说 这不是我们的筐 那是大爷自己的 我说小王咋就不早说呢 小王也不知道 小王也不知道 然后大爷就开始跟我讲道理 我自己花的钱 我自己拿 应该没毛病吧 那我抓了爆炊饭 凭什么给你呢 给大爷教育了 还没嘛 我们本意习是 我以为大爷要送给我们 因为我们采访他嘛 就去送给我们小孩 送我们有点爆炊饭吃 我想多了 还没得太高了 我说实话 我现在没理解啥是尴尬 我举个例子吧 就是你的屁敢不敢放 在你拉肚子的时候 这个就很尴尬 我说实话我干过这事儿 真干过 你赌赢了吗 赌赢了吗 赌赢了 别说 别说 他这个表情应该是没赌对 输了一大赌赢 一位赌赢 我们那会儿学校就举办一个运动会 像我这种从小运动健将 我就必须得去参加一下子 然后呢 又到了一个跳远的环节 它是可以就是助跑 然后前面围了一堆我们学校的女孩子 然后你能再跑的 跑了一圈 没 我就是觉得展示自己的机会来了 我一个抓跑 我趴到那儿 吃了一口沙子 然后呢 然后还要再来一次 你这种事儿我在学校经历多了 我第一次设立定跳远的时候 人家老师说开始开始 然后练立定跳远了 我呱呀 我这些优秀 我告诉全面的东西 我说太优秀了 你看这东西幼儿园不能跳下去 然后就在旁边那个女生告诉我 这是女生呢 哈哈哈哈哈哈 没上表白墙 装表白 哈哈哈哈 表白那个跳远吃里嘴泥的小哥哥 呃大约是我高中的时候 高二的时候吧 晚上我妈有饭局 问我去不去我就不去 我想在家打游戏 这一步去 字大 我是不是在家打游戏吗 然后呢就是打着打 打正入迷呢 突然有敲门声 我以为我妈吃完饭回来了 我就哭哭跑去开门 就那个游戏打到一半就很急啊 开完门我就直接回去了 我就不看门外面是谁 然后我就是打了一会儿 哎怎么没声呢 怎么怎么没人进来呢 如果一出去看 就一个男的 就是那个楼道灯 他也不唤醒 他就在门口等着 然后过去之后 他就用一种很 怎么说呢 就是 诡异 对很诡异的语气 用方言跟我说 对他用方言跟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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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家是没有打印 意思就是说 你家有没有大人 嗯 就很可怕呀 就晚上十一二点了 突然有个人敲门问 你家有没有大人 我直接 我倒是头蹦一炸 我就没回答了 我直接把门关了 关了之后呢 他还拿个手电筒 我都不知道有灯 他拿手电筒干什么 这到处晃 到处晃 到处晃 然后还一直敲门 那没看你尴尬呢 不是你听我往后讲 我就贼害怕 然后呢 我留了个心眼 我家那个厨房 可以看到外面的东西 我就往下看 我就看那个人 领了一帮人 在那个车后备箱 拿那个锤子呀 搞吧呀 各种工具 拿那个电钻 我当时我人都傻了 他还拿那个手电筒 往我家照 你知道吧 就当时我想第一 最后一件就是报警 然后我直接报警 真的老害怕了 我就一直听着他们看 他们一举一到 我都看得清楚 然后中间那个人 还拿那个手电筒来照 然后还来我家门口 继续敲门 我当时我就直接 我感觉我这个不安全了 我感觉我生命就危险 然后警察叔叔终于来了 然后你猜是干啥的 装空调的 我们家做二楼 他一楼装空调 先从我们家装空调的 大半夜 大半夜 装空调 合理吗 真是装空调的 真装空调的 他为啥大半夜能装空调 我不知道 就警察叔叔跟我说 他是装空调的 就很尴尬 确实 很尴尬 我就像是一笑 我觉得他这个 报警的行为是对的 对 很吓人 万一怎么办 对但警察叔叔态度很好 就家长的 小朋友没事 我就问清楚了 就是装空调 别害怕 一会儿等你家长回来 我得走吧 这没那速度 你就搞清楚你就回去吧 也挺耽误你事 就完事了 有一次我从地铁口出来之后 我发现我电动车没了 然后我就报警 那我是直接被拉到了警察局 他问我电动车啥颜色 我忘了 我真问了 你是后车的 我来冲浪 往上冲浪 不是 就是现实冲浪 在哪 最尴尬 管了脸 就那种体验管 最尴尬的是 我在体验管 我没站住过 我电动车的时候 我的裤衩子被吹掉了 从下往上吹掉了 是往下拖的那种 就是我应该是这么趴着 然后被这么顺上来的 太尴尬了 你像这个裤衩子还在静止 没那没有 裤衩子对我后边去了 你发现了吗 发现了 那就还好 没发现出来才尴尬 我就是起出来了 我才发现我 我站起来了 发现我是裤衩子 真的很无语 你现在是挡屁股还是挡脸 我应该是挡屁股 肯定先挡屁股 挡屁股挡屁股 我觉得挡脸比较重要 我说的是吧 我觉得这时候已经不会想到挡脸了 为了避免弄充 建议大家直接闻着裤衩子 是不是就裤衩子 闻裤衩子有没有 裤衩子 就像当它消失的时候 别人也看不出来 你怎么说 你怎么说其实也有一些道理啊 我们致电一下孙 喂 孙哥 这干啥呢 在老家 呆着呢 这什么事 我们现在在录一个视频 就是讲自己尴尬的事嘛 就是邀请你讲一下呗 那我想想啊 在一个风和日丽的下午 就该出去玩的都出去玩了 我就在寝室里呆着 突然 我的肚子呢 传来了一阵震通 来了一股屎意 他是不是一个屁 我就害怕这个事情发生 我就去上厕所了 在我一顿通畅的操作之后 操作 我正想结束这个 这些事儿 然后 没拿纸 是没啥问题 我就害怕这个东西沾到别的地方 然后我就半蹲着 你懂吗 半蹲着那种姿势 然后我就这样一步一步的挪出去 去拿这个 拿纸 我开门 马上这个纸 静在纸屎的时候 我其实突然听到我耳边传了一句话 问我你干啥 谁能想到 寝室还有一个可能睡觉了 当时我俩 我就等着四目相对 我就 不知道该怎么解释 我在干什么 但我还是保持那个半蹲着姿势 我就只能默默地坐下回到厕所 但是我拿纸了 我关门之后 我就听到外面传来一阵 爆笑 哥们牛逼啊 哥们 你把他删了吗 我是有 我删了干什么 你删了就没这事儿了 就没人知道了 你有病了是吧 他当天晚上就告诉所有人了 没事了 那你把所有人都删了吧 哈哈哈哈哈哈 我们没朋友了 我们不是朋友 我们不是朋友 我们是这样的 我们是家人的 就两个 就我一遍你吧 挂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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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玩 什么玩 让他跟家人过去吧 就是啊 不接啊 什么意思啊 不接什么意思啊 不知道啊 扫大牌吧可能是啊 这样嘛 我让他明天给我录个视频发过来 然后我就放在视频后面 然后给大家看一下 要讲一个尴尬的事实 我现在在厕所里 要讲一件尴尬的事 就挺尴尬的 就是上海的那个16号线 大家知道吧 就是一到结架子 它特别急 特别急 有一次我回家的时候 坐那个16号线 我偷这个行李箱 我挤那16号线呢 人太多了 有一站下站的时候 我虽然拖这个行李箱 但是我那个行李箱 下车了 怎么事呢 让人挤下去 哎我还在车上 我行李箱先下车了 但是啊 这不是最尴尬的 最尴尬的是什么呢 和行李箱一块下车的 还有我的一只鞋 醒了啊 兄弟们 这尴尬事也讲完了 我车车也上完了 怎么了 出去 嗯 那么高斯的视频 我们也看完了 然后呢 我现在就是准备 就是该睡觉睡觉了 行了 今天这个视频到的吧 对 有什么自己绝对 你是尬包 我自己不尴尬就行了 你是尬包 我自己不尴尬就行了 哈哈哈哈哈哈 好